美联储加息再加上打薪资金的解冻 A股昨天可谓是气势如虹 剑指3600点 创业板继续领涨市场两市全天成交了9945亿 比之前一天是大幅度的放量 在盘面之上 行业内集体上扬 房地产板块更是上涨大约5% 包括像保利地产 华侨乘A等16支个股都涨停 钢铁板块也是涨幅超过3% 而在概念股方面 充电桩燃料电池涨幅都超过了5% 同时近期获得险资抢筹的万科A 金融街 金风科技 同仁堂等 都是表现不俗 其中万科A再次创出历史新高 两市有超过140支个股涨停 只有52支个股飘率 而且昨天没有跌停 股指期货方面 今天是股指期货交割日 周四魔咒被市场强势打破 三大期指合约昨天全部都上扬 涨幅分别是2.03% 1.17%和2.55% 在融资方面 截止到12月16日 两市融资预额爆在了11716.77亿元 比之前一个将一日回升了30.59亿元 录得三连涨 那么跨年行情是否值得期待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君毅的观点 那么联储加息尘埃落定之后的话呢 市场表现为靴子落地 那么持续上扬 那么在12月份当中 整个来讲的话呢 还剩下10个交易日 这个反弹空间 依然还具有大概50点到100点左右 那么上行的节奏会有所放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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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